鲍立天宫神通品第一 鲍立天即三十三天 位居玉界第二天的虚迷山顶 山顶四边各有一封 由金刚首要插神守护 此天中央为善建城 是地势住处 城外寺院是诸天众游乐之处 城的东北有圆生树 花香薰远 城的西南有善法堂 诸天众群聚于此评论法理 四方各有八成 加中央一成合为三十三天成 佛母摩耶夫人命中后登入此天 佛乃至刀立天宫 为母说法三个月 虚迷山的半腰是四天网天 山顶就是刀立天 此天四面各为八万游巡 每游巡约四十里 试题环应住在中央的善建城 此城周围四万十千游巡 纯由黄金所造 城的四面为千门楼 城的中央还有一宠金城 共五百道城门 门都是以种种珍宝言式 城中央由宝楼重隔 为流离重宝所成 有一天 释迦摩尼佛来到刀立天宫 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 就在此时 十方无量世界有数不清的佛和大菩萨 知道释迦摩尼佛要在刀立天宫 为母说法 所以都来到刀立天宫集会 十方佛菩萨赞叹释迦摩尼佛 能与五着恶事献出不可思议的大智慧神通力 调伏习性刚强难化的众生 令其知道一切因果苦乐解脱的圆满之法 那时如来寒笑 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 及种种唯妙之音 此时 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 有无量一天龙鬼神 都集到刀立天宫 这时释迦摩尼佛告诉文书施利菩萨说 文书施利 你观今日来到刀立天的一切诸佛菩萨 和天龙鬼神 你知道功有多少吗 文书施利菩萨回答佛说 世尊 若以我的神通力 经过千节长久时间的测算 也不能知道这数目 佛告诉文书施利菩萨说 即使我以佛眼来观看 还看不完 这都是地藏菩萨 从九远节以来 以经度的应当度的 上位度的众生 也就是 以修成的应当修成的 上位修成的众生 文书施利菩萨对佛说 世尊 我已久修善根 正达无碍的智慧 所以文佛所言能立即相信 但是一般众生 必定仍会怀疑佛诚实之言 未免众生毁谤 其请世尊 广说地藏菩萨 在因地作何愿行 而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事 佛告诉文书施利菩萨说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里 所有的草木 丛林 稻麻 竹尾 山石 围城 每一物都比喻为一条横河 每一粒横河上 又比喻为一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内的每个围城 又比喻为一节 每一节所积的围城数目 再全把它比喻为结树 地藏菩萨 正得十地果位到现在 以超过千倍以上 所比喻的数目 何况地藏菩萨 在生闻圆觉时 以闻佛法开始修行 文书施利 这位地藏菩萨的 微神力和誓愿 都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在未来世 有善男子或善女人 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 或者赞叹 或者礼拜 或者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字 或者用香油灯番来供养 乃至彩画 木刻 金柱或尼素 地藏菩萨的形象 此人必能往生三十三天百次 而永不堕于恶道 文书施利 这位地藏大菩萨 早在非常久远以前 就是一位富贵的大长者的儿子 当时有一位佛名为狮子奋训巨族万横如来 那时这位长者子见了佛的像好庄严 因而问佛说 您是作何行愿 而得到如此圆满福德的庄严法相 这时 狮子奋训巨族万横如来 告诉长者子说 您欲证得此身 当须久远度多一切受苦众生 文书施利 长者子听完佛说的话 在当时就发愿说 我从今起 敬畏来济 要为犯罪受苦的六道众圣 广设种种的方便法 令他们全部解脱罪业 离苦得乐 如此我才愿成佛道 因此 他就在狮子奋训巨族万横如来的面前 立下这个誓愿 到如今 已经过百千万数亿数不清的结束 为普度众生 他仍旧为菩萨 还不肯成佛 又在过去无数节以前 那时世上有佛 名为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此佛的寿命 有四百千万亿阿僧其节 此佛的相法时钟 有一位素福深厚 且受众人敬佩的 婆罗门女 在行住坐卧时 有诸天神来护卫 但是她的母亲信了邪道 常亲伴佛法僧三宝 那时 婆罗门女 广说许多方便法门 来劝导母亲 使其生起正见信佛 但是她的母亲 在尚未全信时 急以命中 神魂坠到无间地狱里 当时婆罗门女 知道母亲生前 不相信因果 死后必定会随夜生 往恶道 为了挽救母亲 婆罗门女 不惜卖掉家产 到处寻买供养佛的香花和供具 然后 来到绝华定自在王佛塔寺内 大举供养三宝 后来 她到仪寺院中 看见绝华定自在王佛 威德庄严的形象 那时 她就前去瞻仰礼拜佛像 而内心加倍地 深声敬仰 婆罗门女 暗自思念地说 佛的名号为大觉者 具足一切圆满的智慧 假如佛还在世上 我母亲虽已死去 若来请问于佛 她一定会知道 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 这时候 婆罗门女 暗自哭泣很久 而且 依依不舍地 瞻望着如来 忽然间 空中传来声音说 圣女 你不要太悲哀 我现在告诉你 母亲的去处 婆罗门女 合掌对着空中说 是哪一位神的来安慰我 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 日夜想念 不知要到哪里去问 才能知道母亲身往何处 这时空中又传来声音 告诉圣女说 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过去 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 我看到你想念母亲 加倍于一般常人 所以来告诉你 母亲现在所生的地方 婆罗门女听了佛的声音 高兴地向空中扑去 而蝶伤结骨晕了过去 经过左右侍女扶起 很久才醒来 她又对空中说 愿佛慈敏 告诉母亲的牲畜 我这个身体 不久也将死去 这时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又告诉圣女说 你供养完后 早点回家 端坐思维我 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的名号 这样 你就能知道 母亲的所生去处 婆罗门女回家后 因为想念母亲的缘故 所以端坐念 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的名号 经过一日一夜 忽然间 她觉得自己 来到一个海边 那海水滚烫 有许多铁身的恶兽 在海上到处飞奔 她看见 有百千万多的人 出没在海中 而被许多恶兽 争相咬食 又看到 许多形状怪异的夜叉 在追赶着那些罪人 或者这些夜叉 自己互相残杀 如此多的惨状 令人不敢久看 此时 婆罗门女 因为念着 绝华定自在 王如来的名号 自然没有恐惧 有一位名叫 无独的鬼王 前来向婆罗门女问讯 她说 善哉 这位菩萨 是什么原因 会来到这里 婆罗门女 问鬼王说 这是什么地方 无独鬼王回答说 这是大铁围山 西面的第一重海 圣女又问 我听说在铁围山的那一面 地狱在其中 这是真的吗 无独回答说 实在有地狱 圣女又问 我现在为什么会到这地狱来 无独答说 如果不是微神里 就是阴业里 才能到这地狱来 圣女又问 这海水为何滚烫 又为何有这么多的罪人 害凶恶的猛兽 无独答说 这都是严福提世界作恶的人 死后四十九天内 无人为他做功德 就拔苦难 而且在生时又为修缮 所以就依他在生时所造的罪 感召受报的地狱 而要到地狱去 途中则必先渡过这个大苦海 这个海的东面经过十万游巡 又有一个大海 它的苦加倍于这里 那个大海的东面 还有一个大海 它的苦又更加一倍 这都是由众生三叶恶因 所招感成的 这些地方就是夜海 圣女又问说 那么地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无独答说 在这三重海的里面 就是大地狱 在每个地狱里 又有许多小地狱 较大的有十八层地狱 其次有五百重小地狱 再其次有千百重小地狱 在每一个地狱都是受着无量的苦 圣女又说 我母亲生前因为邪剑 急效毁谤三宝 不知道她死后 神魂投往何处 无独又问圣女母亲的信誓等等 圣女答说 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族 父亲叫施罗善县 母亲叫月蒂利 无独合掌回答说 请圣者回去 不必忧愁悲哀 月蒂利罪女 在三天前已经升天了 说是成孝子为她设供修福 不失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四 而解脱地狱的痛苦 在同时 无间地狱里的罪人 也在那一天 仗着孝子就亲师父的恩泽 都一起升天享乐去了 无独鬼王在说完话后 很恭敬地合掌而退下 婆罗门女不久如梦醒来 明白事实后 便于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塔向前 立下宏大的誓愿说 愿我尽未来时 为所有造业受苦的众生 广设种种的方便 全灵他们都离苦得乐 这时 佛又告诉文殊施利菩萨说 当时那位无独鬼王 就是现在的采守菩萨 那位孝顺的婆罗门女 就是这位地藏菩萨 分身集会品第二 这时 在无量世界 与所有地狱的分身地藏菩萨 都来到刀立天宫 因如来 微神力的缘故 感召来各方的菩萨 与无数已解脱的众生 大家都持着香花 来供养佛 同来的这些众生 都是蒙地藏菩萨的教化 以不退传于 无上正等正觉 这些众生 自从九元以来 一直在六道生死轮回 如今 因为蒙受地藏菩萨 大慈大悲的 深宏誓愿所救度 所以每位都以正德果位 现在都很欢喜地 来到刀立天宫 他们很恭敬地 集中目光 目不舍离地 瞻仰佛 这时 世尊伸出紫金手背 以微神力 骗磨所有 无量分身地藏 大菩萨的头顶 而说 我在五浊恶世 教化刚强顽固的众生 令他们去恶行善 射邪归正 但是十个之中 还是有一两个恶习不改 我也分无量化身 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 用种种方便的方法 去救度他们 令他们离苦得乐 或者我献男人身 或者献女人身 来救度他们 或者献天龙身 神王身 鬼王身 或者献山林穿原 河池全景 来利益救度他们 或者献天地身 梵王身 转轮王身 居士身 活王身 宰府身 官属身 毕丘 毕丘尼 幽婆色 幽婆仪 乃至声闻 罗汉 辟之佛 菩萨等身 来化度他们 并非只以佛身度化他们 佛说 地藏菩萨 你看我从无量节一来 勤劳辛苦地度化 刚强顽固的 罪苦众生 对于尚未度化 调伏的众生 如果随夜 堕于恶道 受大苦暴时 你当记得 我在刀立天宫 再三地嘱咐你 要你令娑婆世界 直到弥勒菩萨 出世以来的众生 都得解脱 永离罪苦 欠佛文法 得佛授记 这时 所有世界的 分身地藏菩萨 何为一身 替泪哀恋地告诉佛说 我从九云以来 蒙佛接引教导 令我得到不可思议的神力 和大智慧 我现在分身 变满无量世界 兔化无量的众生 令他们都皈依三宝 永离生死 纵使是少修善事的众生 我都渐渐地救度他们 使他获得很大的利益 愿请世尊 不要为后世的恶业 众生而忧虑 地藏菩萨 如是说了三次 这时 佛赞叹地说 非常好 你能成就 九远节来所发的誓愿 度尽众生 而证得菩提 这时 释迦摩尼佛的母亲 摩耶夫人 恭敬和掌 问地藏菩萨说 圣者 严福提众生 所造的罪业 各个不同 将会受到何种报应 地藏菩萨答说 千万世界有的有地狱 有的没有 有的有女人 有的没有 有的有佛法 有的没有 地狱罪报 也并非都是一样的 摩耶夫人又问说 我愿听听 严福提世界的犯罪众生 所感召的恶报是什么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说 在南严福提所受的罪报 是这样的 若有众生不孝 乃至杀害父母 当舵无间地狱 经过千万一节而无法出离地狱 若有众生出佛身邪 毁谤三宝 不恭敬佛经 亦当堕于无间地狱 经过千万一节仍不能出离地狱 若有众生侵损僧众常住的地方 破坏僧 破坏僧宁令使不守戒律 或在寺院自以行淫 或是杀害生命 像这样的人 当堕于无间地狱而无法出离 若有众生假扮杀门 但心不修行持戒 糟蹋常住的东西 且又欺骗在家人 身意破戒 像这种人 亦当堕于无间地狱而无法出离 若有众生偷窃常住的财物 古米 饮食 衣服 乃至一物并非经过主人所给予的 这也当堕于无间地狱 经千万一节而无法出离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摩耶夫人说 若有众生做了如以上五种的罪业 应当堕于无间地狱 要求暂停受苦 就是转念的瞬间也不可能 摩耶夫人又问地藏菩萨说 那些地狱为何名为无间地狱 地藏菩萨说 圣母啊 所有的地狱都在大铁围山的里面 其中有十八所大地狱 还有五百所次等的地狱 另外还有千百再次一等的地狱 这些地狱的名称都不一样 说到无间地狱 这个玉城的周围有八万多里 高一万里 全是用铁造成的 城上全是蒙火之巨 玉城里面每个地狱都连在一起 名称各不相同 其中只一处叫做无间地狱 这个无间地狱的周围有一万八千里 墙高一千里 全是用铁造成 城下有火烧到城上 在玉墙上还有铁蛇铁狗 口吐大火在墙上专门追逐罪人 令罪人无所逃避 在狱中有个变满万里的大床 若一个人受罪 可自见身体变成万里大的片卧满床 若千万人受罪 也同样能各见其身片卧满床 这就是所造的重业而招惹的果报 还有许多罪人将受众苦 有千百个叶叉恶鬼口牙如箭 眼如电光 手如铜爪地拖扯着罪人 又有叶叉拿着大铁挤 抛直中罪人的身体 口鼻或腹部 再用铁挤将罪人抛到空中后 又用铁挤刺接回来 或把罪人拉到铁床上 有铁印灼着罪人的眼睛 铁舌缠着罪人的颈 身体所有的肢结都被钉在长钉上 舌头被拔出来 用铁梨跟塌 有的肠被抽出来挫斩 有的被滚烫的铜汁从口灌下 有的被烧红的铁缠附身体 痛得罪人死去又活来 千万次地反复着 这都是罪人作恶造业所感召的苦报 这些罪人虽经过千万一劫的受苦 仍然不能处离地狱 直到这个世界坏了 再又寄生到另一个世界受苦 一直这样的辗转相继 这就是无间地狱的罪报 又因这是由五种事业而感召的 所以叫做无间 没有休息间断 所谓的五种无间 即第一是日夜都要受罪报 而没有一刻停止 第二是当一个人受罪 或同与千万人受罪报时 他的身体都便卧满床 第三是刑罚罪人的器具都很齐备 像刺人的叉 打人的棒 咬人的鹰 蛇 狼 犬 都是铁做的 有用来磨罪人的追究 和拒罪人的刀 有穿坐罪人的心肝肺 错消罪人的皮 有用大斧头砍罪人的头 再将罪人丢下大铁锅煮 或用铁网来烧烤罪人 有用火热的铁码践踏罪人 再用滚烫的铁汁浇罪人的身体 罪人饥饿时 令他吞下热铁丸 口渴时 令他饮热铁汁 如此痛苦没有间断 第四 是不分男女老幼 贵贱或天龙神鬼等 若有造罪感召 都要受此苦报 第五 是在无间地狱 日夜都经过万生万死 连转念瞬间的休息都不能 除非夜暴已受尽 才能投生 无间地狱的大概 就是这样 如果要广泛详细地 说明地狱里的一切 即使一节的时间 也说不完 摩耶夫人听完地藏菩萨的话 悲叹自己 不能援救那些受苦的罪人 乃和掌顶礼退回本位 包立天公神通品第一 这时 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世尊 我应仰仗如来的大威神力 所以才能分身到百千万亿世界 救度一切受夜暴苦难的众生 如果不是因为如来的大慈力 我也不能如此地分身变化 我现在又承蒙佛的吩咐 直到阿异多菩萨 弥勒菩萨成佛以来 潜令我救度在六道里轮回的众生 令他们都脱离苦难 是的 世尊 我一定奉行您的意志 但愿世尊不必忧虑 这时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一切尚未解脱的众生 心性不定 都是随境缘造业 因此一直在五道中生死轮回 而没有停止 他们经过无数节长久的迷惑暗障 就像余游入网 而误以为是在流水中 或有刚刚脱离网罗的 但转瞬间却又落入网中而无法解脱 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 是我所忧虑的 但是 你将要完成九元以来 度脱这些最苦众生的誓愿 我还有什么忧愁呢 佛说这些话时 会中有一位定自在王大菩萨对佛说 这时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你们注意听 好好地思维意念 我当为你们分别解说 在过去无量节九元以前 那时有一位佛 名为一切至成就如来 此佛寿命长六万节 他在未出家前 曾做过小国的国王 他和邻国的国王是好朋友 两个人一同修持实善尽性 来利益当时的众生 由于他们的邻国人民 常造恶业 因此两位国王就研究决意 广设方便 令众生去恶行善的方法 一位国王发愿说 愿我早成佛道 来度脱这些造业的人民 都能成佛 没有留下一个 另一位国王发愿说 假如我不先度尽 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 令他们都能安乐 而成佛道 我就不愿意成佛 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说 当时一位国王发愿 要早成佛的 就是一切至成就如来 另外一位国王发愿 要先度尽罪苦众生 不愿成佛的 即现在的地藏菩萨 又在过去无量劫 九元前 那时有一位佛出世 名为清净莲华目如来 此佛的寿命长四十节 在清净莲华目如来的相法时 有位镇果的阿罗汉 他常受众生供养 种植福报 而且还因缘次第缘教化众生 某天他接受一位 名叫光木的女人 设食供养 罗汉问他希望求些什么 光木女答说 我在母亲死亡之日 设斋供养 出资为母亲修服救拔罪苦 但是不知道母亲现在投生到哪里了 罗汉很怜悯光木女 乃为她静坐入定观察 看见她的母亲堕落到恶道中 受着极大的苦报 罗汉问她说 你母亲生前做过什么事 今在恶道受着大苦难 光木女答说 我母亲生前爱吃鱼鳖之类 并且多数是吃鱼子 为满足口腹而自意地 烧主宰杀 请尊者慈敏救助 罗汉同情地 为他想出一个方便的方法说 你可以制成地念 清静莲花木如来的名号 并且塑画此佛的形象 这样做 可使活得或已死的人 都得到善报 光木女一听完话后 即刻卖掉他所爱的东西 请人来塑画佛像 而恭敬地供养 又以非常恭敬的心 悲弃地瞻仰礼拜佛像 忽然在夜晚 光木女梦见佛身金光照耀 高大如须米山 放出大光明地对她说 你母亲不久当投身到你家 婴儿才晓得饥寒时就会说话 后来光木女家内的悲女生了一个孩子 还不到三天就会说话 这婴儿棘手悲弃地对光木女说 我就是你已死的母亲 所有造业的生死果报 都由个人自作自受 自从离别以后 我一直跺在明暗的地狱受苦 承蒙你念佛的功德 我才能投生到这里 做下贱人 并且很短命 只能活十三岁 死后又要跺到恶道去受苦 你有什么办法 可令我解脱罪业 免再受苦 光木女听完杯子说的话 知道这杯子的孩子是她母亲 便哽咽悲泣地对杯子说 你既然是我母亲 应该知道曾做过什么罪业 才会堕到恶道里 杯子答说 我是因为杀害和毁妈二爷 而感受苦报的 若不是你孝顺地为我修复 来救度我的苦难 我这么重的罪业 怎么解脱 光木女问地狱罪报是怎样 杯子答说 那百千年也说不完 我不忍再提起 光木女听完话后 对空中哭泣地说 愿我母亲涌离地狱 活到十三岁以后 不再有重罪而堕入地狱 十方诸佛慈悲怜悯我 听我为母亲发的广大誓愿 若我母亲永远脱离三恶道 恨悲怜并且永远不再受伤女生 我从今以后至百千万亿劫中 誓愿救度所有世界地狱 恶道中的所有罪苦众生 并他们都成佛后 我才愿成正决 光木女发完怨后 听到清静莲华慕如来告诉她说 光木 你大慈悲 能为母亲发这么大的誓愿 我关你母亲十三岁后 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一菩萨 光木女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 而光木女就是现在这位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从过去九远节以来 如此慈悲地发无量大愿 广度一切众生 在未来世 若有人不行善而只会造恶 乃至不信因果 邪淫谎语两舌恶口 毁谤大圣经典 这些造业的众生 死后必堕落三恶道里去 但是若遇到善之事 劝导指点 即使是在刹挪间发起恭敬心 皈依了地藏菩萨 这些罪业众生 即能解脱三恶道的苦报 若能恭敬礼拜赞叹 以香花 食品 或种种珍宝 来供养地藏菩萨 此人在未来百千万亿节中 常在天上受圣妙乐 若天府享尽 投生人间 还能够在百千节中常做帝王 并且仍清楚地记忆 他前几世的因果命运 定自在亡 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 大威神力 广力众生 你们诸位大菩萨 应当记住这部地藏经 并且广大的宣扬流传 定自在亡菩萨对佛说 世尊 请勿挂吕 我们必能成佛威神力 广说此经于严福提示界 利益众生 定自在亡菩萨说完后 恭敬和掌顶礼而退 这时四大天王都从座位站起来 和掌恭敬地对佛说 世尊 地藏菩萨从九月节以来发了大验 为何至今还未度完众生 现在又发这么广大的誓愿 请世尊为我们解说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很好 这对你们和所有未来的众生 有广大的利益 我现在为你们解说 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南岩福提中 慈悲救度一切罪苦众生 所用的种种方便的方法 佛告诉四大天王说 地藏菩萨从九月节以来 已经度脱无量因罪报受苦的众生 但是仍还没有完毕他累劫以来所发的大愿 这是因为他慈悯这个世界的罪苦众生 他观察到在未来的无量节中 这些众生的夜阴罪报一样牵连不断 所以才又发出重大的誓愿来救度众生 因此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的严福提中 献出百千万亿的方便 随机化身而来教化救度众生 地藏菩萨若遇到杀生的人 就会对他说 你不要再杀生了 否则将来必受短命的报应 若遇到窃盗的人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窃盗了 否则将来必受既穷又苦的报应 若遇到邪淫的人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邪淫了 否则将来必受投身雀割鸳鸯的果报 若遇到恶口骂人的人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骂人 否则将来必受眷属互相争斗的报应 若遇到喜好诽谤的人就对他说 你不要再诽谤了 否则将受哑巴或口上声窗的报应 若遇到嗔恨心重的人就对他说 你不要嗔恨了 否则将受生得很丑并且残废的报应 若遇到牵令的人就对他说 你不要千贪吝啬 否则将来所求皆不能尝心埋怨 若遇到饮食没有节制的人就对他说 饮食应当节制 否则将受饥渴咽喉病的报应 若遇到打猎重情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打猎了 否则将来必受惊吓恐怖丧命的果报 若遇到不孝顺父母的人就对他说 要孝顺父母 否则必受天诛地灭水火天灾的报应 若遇到火烧山林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放火烧山林 否则将来必受癫狂自杀的果报 若遇到继父母虐待非亲生儿女 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来投生必受鞭打的报应 若遇到用网捕捉鱼鸟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捕捉鱼鸟 否则将受骨肉分离的果报 若遇到毁谤三报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毁谤三报 否则将受瞎子笼子哑巴的果报 若遇到清漫佛法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清漫佛法 否则将来必受 永多三恶道的报应 若遇到破坏常驻财物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必受无量级轮回地狱的苦报 若遇到污毒或冤枉出家中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必受永远做畜生的果报 若遇到滚汤蒙火或刀斩伤害众生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受同样的报应 若遇到破戒破斋吃荤的不修行者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必受禽兽饥饿的果报 若遇到无理毁坏乱用东西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受贫乏而求不得的果报 若遇到供高我慢的人就对他说 你不要供高我慢 否则将来必受卑剑下使的果报 若遇到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就对他说 不要这样 否则将受无蛇或百蛇的报应 若遇到支箭不正的人就对他说 支箭不要违背正理 否则将受投生蛮荒之地的果报 以上是大概的说明 严福提众生所造的恶业和所受的各种报应 像这类众生的业感果报各有不同 地藏菩萨是用尽所有的方法教化他们 这些造业的众生在受完以上所受的果报 随后还要堕入地狱 经过无量结构 仍然无法处理地狱 因此 你们要好好地保护众生和国土 不要让这类被罪业迷惑的众生 再任意地去作恶造业 四大天王听了佛的叮咛后 都悲叹地流泪 恭敬地和掌退下 地狱名号品第五 这时 普贤大菩萨对地藏菩萨说 忍者 请您为天 龙 四大天王 和现在将来的一切众生 演说 所有世界和难言伏提的罪苦众生 所受报应的地方 和各种地狱的名称 以及造恶受报等情形 好使未来是未闻佛法的众生 直到由这样的果报而引以借礼 地藏菩萨答说 我今养成佛的微神力 和大使您的力量 大概地说一说地狱名称 和罪报恶报的情况 忍者 在严福提的东方 有座黑暗无光的铁围山 山里有个大地狱 名叫吉无坚 吉无坚地狱里 有一重大地狱 名叫大阿比 在大阿比地狱里 又有四角 飞刀 火箭 夹山 通枪 铁车 铁床 铁牛 铁衣 铅刃 铁驴 羊铜 豹筑 流火 羹蛇 措手 烧脚 弹眼 铁丸 争论 铁夫 多称等处地狱 忍者 在铁围山内 像这样的地狱 有无数个 例如还有叫唤 拔舌 粪 铅 铜锁 火象 火狗 火马 火牛 火山 火石 火床 火梁 火鹰 巨牙 剥皮 银血 烧手 烧脚 道刺 火屋 铁屋 火狼 等无数的地狱 在这些地狱里 还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小地狱 忍者 这都是难言伏提行恶的众生 因罪业所感召的恶报 这些罪业的力量高过须弥山 深过巨海 能障碍修行的圣道 所以众生不要轻视小恶 以为是没有罪过的 到死后的果报仍是丝毫不差 即使是父子至亲 死后也都各受果报 纵然父子相逢 也不能代替受报 我今养成佛的微神力 大概说说地狱罪报的情况 请忍者暂时听我说 普广菩萨说 我在很久以前 便知道这三恶道的苦报 我今希望忍者说说 可令后世末 把礼一切造恶业的众生 听了忍者的话后 能发心皈依三宝 免除三恶道的苦报 地藏菩萨说 忍者 地狱罪报的情形是这样的 或拔取罪人的舌头 用牛去更离 或勾出罪人的心 让叶叉吃掉 或以大锅煮满废汤 煮罪人的身体 或火烧铜柱令罪人报 或以猛火赶烧罪人 或以冰寒冷冻罪人 或以粪尿熏臭罪人 或以铁虫叮咬罪人 或钻火枪烧烫罪人 或急撞罪人的兄辈 或火烧罪人的手足 或以铁蛇铲脚罪人 或以铁狗追咬罪人 或令罪人骑在火烫的铁锣上等等 忍者 像这些罪暴在每个地狱中 都有百千种 由铜铁石火 造成的刑具 而这铜铁石火 就是众生恶业 所感召的果报 假如要广泛地说明 地狱罪暴的种种情形 在每一个地狱里 就已有千百种的痛苦 更不用说在无数地狱内 不可数的痛苦啊 我今养成佛的微神力 及仁者所问 大略地说说而已 若要详尽地解说 那是一节也说不完 如来赞叹品第六 这时 世尊举身放出大光明 骗照百千万亿无量诸佛世界 发出大音声 普告诸佛世界一切大菩萨 即天 龙 鬼 神 人 非人等说 你们听我今日 称阳赞叹地藏大菩萨 于十方世界 献出大不可思议的 微神慈悲力 救护一切罪苦众生的事情 在我灭度后 你们各位大菩萨 及天龙 鬼神等 要好好地护卫 这部地藏经 使所有的众生 都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快乐 这时 会中有位普广菩萨 和掌恭敬地对佛说 今日见到世尊 赞叹地藏菩萨 有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德 请世尊 为未来世的末法众生 宣说地藏菩萨 利益仁天 因果等事情 使所有的天龙 鬼神 及未来世的众生 都来鼎受 奉持佛的教诲 这时 世尊告诉普广菩萨说 你们好好地听 我大概地为你们解说 地藏菩萨 利益仁天福德的事情 在未来世中 若有人闻到 地藏菩萨的名字 或有人恭敬和掌 赞叹礼拜烈慕 此人可超越过 三十节的罪业 若有人采化 地藏菩萨形象 或者以土石 胶漆 或者用金银铜铁 铸造地藏菩萨的形象 来瞻仰礼拜 此人将可百次往生 三十三天 永不多于恶道 假如天福享尽 而投身为人 尚能作为国王 还不会失去这样的大力 若有女人讨厌女人身 诚心供养地藏菩萨的画像 或土石胶漆 铜铁所造的菩萨形象 而每日虔诚不退心 常用香滑 饮食 衣服 绘彩 床帆 钱包等物 庄严供养地藏菩萨 将承受供养地藏菩萨的功德福利 除非是他慈悲发愿 要再受女身来度脱众生 否则 这位女人尽此一女抱身后 经百千万劫 将不再生到有女人的世界里 更何况是再受抱为女人身呢 普瓜 若有女人讨厌自己生个丑陋 并且多病 若能在地藏菩萨向前诚心粘理 只需在一顿饭的时间 这人就能在千万劫中 常受生相貌圆满断正 这女人若不讨厌女人身 则能在百千万亿生中 常生为王女王妃 或宰相大长者的女儿 而且相貌圆满 这都是因为她占领地藏菩萨 所获得的福报 普瓜 若有人能在地藏菩萨向前 以种种的祭乐歌勇赞叹 且用香花供养 甚至还劝导他人 尽信礼拜供养 想这些人在现在世及未来世中 常得到百千鬼神日夜护卫 连恶事他们都不会听到 何况亲身去尝受恶事横祸呢 普瓜 在未来世中 若有恶人或恶神恶鬼 见到有善男子善女人 恭敬供养 赞叹瞻理地藏菩萨的形象 这些恶人鬼神 若生起绩效毁谤的心 棒说这些是没有功德利益的事情 或露齿冷笑 或在背后诽谤 或劝他人共同毁谤 不论是一个人或很多人一同诽谤绩效 甚至只是一念生起机毁的人 像这些人 就是经过贤解力一千位佛出世 又皆灭度了 但其毁谤的业报 还仍在阿比地狱受极重的罪苦 在受完地狱罪苦后 又去受恶鬼的苦报 经过迁劫后 又去受畜生的苦报 经过迁劫后 才得作人 但也是贫穷下贱 同时六根不完全具足 而且常被恶业缠结其心 所以不久后 又再堕入恶道 普广 击毁他人供养 上获辞报 何况是另生恶剑 去毁灭佛法 普广 若在未来世中 有人久病卧床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或者常在夜里梦到恶鬼 或已死去的亲人 或常梦到与鬼神同游在危险的路上 而惊叫不醒 这样经年累月的病成 牢伤肿病 连在睡眠中 也深淫叫苦 而凄惨不安 这都是病人往昔所造成的恶业 与所感召的冤魂 正在阴间论队所报 但因夜报轻重 尚未判定 而未能即刻受报应 所以病人不能舍受死去 或是病苦缠身不能痊愈 以上这些情形 不是凡夫俗眼所能分辨了解的 若有人患了这种病症 应当对着佛菩萨向前 大声念地藏经一遍 或拿病人喜爱的东西 如衣服珍宝 庄圆设斋 对着病人的面前大声唱说 我某某等 为这位病人在金像前 将他所爱的宝贝与园宅施舍变卖 拿来供养金像 或造佛菩萨形象 践踏修寺 燃油灯 不失常住等 这样在病人面前说三次 令病人听得清楚 假如病人的神势已分散 或已弃绝 在七日之中 又要高声地说这些话和诵经 病人死后 他的宿业重罪 乃至五无间地狱的罪 都能与勇得解脱 所投生处 常知自己前生的事情 何况是自己写地藏经 或教人写 或自己塑画菩萨形象 乃至教人塑画 此人所受果报 必得大利益 因此 蒲广 若见有人读诵乃至一面赞叹 恭敬此经 你需好好地劝勉他们用功 不要退心 这能令他们在现在未来 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 蒲广 若未来世的众生 在睡梦中见到种种的鬼神 即形状或悲提 愁叹恐怖 这都是在一生或多生前的 过去父母 弟妹 夫妻等眷属 在恶道受苦 不得处理 又无法请有福利的人救救他们 蒲广 你应当劝令他们 好好地修复积德 回向给冤鬼孤魂 令其造离恶道苦 蒲广 你当以神力令那些在世的眷属 在佛菩萨向前 制成读诵地藏经 或请人代读 经过三遍或七遍 这些在恶道的眷属 鬼魂当得解脱 乃至其亲人在睡梦中 永不再看见这些鬼魂 蒲广 若未来世有种种下贱或奴婢 等不得自由的人 觉知素是罪业 而要有忏悔 只要能制成 瞻理地藏菩萨的形象 一日或至七日 念菩萨的圣号 至一万遍 此人在尽此报身后 千万生中 长头生到尊贵家去 而不再受三恶道的苦报 蒲广 若未来世中 有人心生婴儿 在七日之内 能为儿童诵地藏经 且念菩萨名号一万遍 这孩子便能解脱 素式的货报 而安乐长寿 蒲广 未来世在每月的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 乃至三十等日 有天草来审定众生的罪业 南炎附体众生的言行举止 都是造业 何况再自情地做出 杀淫妄语等罪业 假如能在十斋日 对着佛菩萨向前 读诵地藏经一遍 能使四周百游寻内 没有种种的灾难 并且在百游寻内所居住的家庭 其家人在现在及未来世百千岁中 皆能涌离恶趣的果报 若能每逢十斋日都读诵一遍地藏经 现世这些家庭 只能免除种种恨病 而且衣食丰足 普光 地藏菩萨有种种不可思议百千万亿 大为神力来利益众生的事情 严福提世界的众生 与这位大士有深厚的因缘 这些众生 听见菩萨名号或看见菩萨的圣像 甚至闻到这部经的三字或五字 一首记或一句经文的人 在现世即能非常安乐 在未来世百千万圣中 也常长得端正 而且投生在尊贵的人家中 这时 普光菩萨听完佛赞叹地藏菩萨后 跪地合掌对佛说 世尊 我久知这位大士 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及大士愿力 但是为令未来的众生 知道这不可思议的利益 所以请问世尊 我们应如何称呼这部经 如何流通这部经 佛告诉普光说 此经有三明 一明地藏本愿经 一明地藏本横经 一明地藏本势利经 这是因为地藏菩萨 从九远节来 发大士愿利益众生的缘故 所以你们应以其大士愿力 宣扬流通 广度众生 普光菩萨听了佛的指示后 恭敬和掌 鼎礼退下 利益存亡品第七 这时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世尊 我观察严福提众生 举动心念都是在造业 有时或能做点善事 但都很快地退去善心 而未获善力 这些人就像是走在烂泥中 背着众食 越走越困难 此时若能遇到有利的善知识 帮他背一些众食 或全部帮他代背 扶住他走到平地 又教他修学佛法 去恶行善 反省从前所走过的烂泥恶路 而误在经历 这才能令他出离恶道苦 世尊 有些习于造恶的众生 都是从先好小恶 而渐渐积极到无量大恶 所以当他临命中时 父母眷属应该为他修复 资助他能往生善道 或在佛前悬挂床帆宝盖 点燃油灯 或替他读诵佛经 造各种佛菩萨的圣像 乃至念佛菩萨极僻之佛的名字 每一句圣号都要高声念 深入临终人的耳根 使他听入心事本处 这些众生所造恶业 果报昭感必堕恶道 但因家人替他修复德 而能消灭重罪 若还能在其死后四十九天内 为死者广作善事 极能使他永离恶道 投身人道或天道享受妙乐 而为他修复德的在世眷属 也能得到无量的利益 所以我今对佛及天龙巴布等 劝告难言伏提众生 在临终之日要小心谨慎 不要杀害生命 或造种种恶元来拜鬼祭神 或祈求山间的亡两 为什么呢 因为杀神来祭拜鬼神 根本不能利益死者 反而却能增长死者的罪业 假使未来或现在生 本可生到人间或天上 但因临终时 眷属替他杀生造业 连累他要和那些被害的冤魂对变 以致延迟往生善处 何况死者生前若是没有少许善根 就要依其罪业受恶道苦 这些家属竟然还忍心为他增长罪业 这就好像有人从远地来 绝粮三日又背负超过百经的重物 忽然遇到邻居 更要他多带一些东西 因此反而又增加了他的困重 世尊 我观看这严福提的众生 只要在佛教中做善事 不论多少 所有利益都是自己获得 地藏菩萨说这话时 在会中有一位长者 名叫大便 这位长者在很久以前 以证得无声法忍的果位 他化度十方世界的众生 常以长者视线 这时他合掌恭敬地 问地藏菩萨说 大事 这南岩福提众生死了以后 他的眷属为他修功德 乃至赦债供养 或做种种的善因 这样死者能得到大利益及解脱吗 地藏菩萨 打说 长者 我尽成佛威力 为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 大略地说明此事 长者 未来现在许多众生 将死时 若能听到一位佛或菩萨 辟知佛的名字 不论他有没有罪 都能得到解脱 若有人不做善事 多做恶事 命中之后 眷属们为他修造福德 若有七分功德 死者只能得到一分 而其他六分功德全由生者自得 因此 众生若能趁着健康的时候 修善直福 命中之后 则每一分功德都是自己得到 将来无常大鬼道来 带着死者到阴间 那时还不知是罪祸福 因为人死后四十九天内 好像吃龙一样 在因私辩论审定之后 才依其夜报受生 而死者在经审判之前 就已经非常愁苦 何况又堕落到各种恶道去受苦 这死者在未得受生的四十九天内 很渴望眷属们为他造福就拔 四十九天过后 便要随夜去受报 若是罪人 受罪报便长经过千百年而无法解脱 若是犯了五无间罪 就要堕到无间地狱 经过千万劫长久的受苦 但罪人的眷属们若能为他资助 供养三宝 而且不要遭他浪费摘菜 甚至所有食物若未供养佛僧之前 都不得先食 如果不是这样 浪费摘食或未供先食 不精进勤修福德 则死者就得不到任何利益 若能精勤清净地互持三宝 死者在七分功德中才能得到一分 因此 阎福提众生若能在父母或眷属死后 致称恳切地为他们半斋供养三宝 这样生者和死者才都得得到利益 地藏菩萨说完话后 在刀立天宫 有千万亿的阎福提鬼神 因听了地藏菩萨的这些话 都发出无量正等正觉的心愿 而大便长者也顶礼退下 阎罗王仲赞叹品第八 这时铁维山内有无量的鬼王 与阎罗天子都来到道立天佛说法的道场 有所谓的恶毒鬼王 多恶鬼王 大争鬼王 白虎鬼王 邪虎鬼王 赤虎鬼王 散秧鬼王 飞身鬼王 电光鬼王 狼牙鬼王 千眼鬼王 但寿鬼王 富时鬼王 主号鬼王 主祸鬼王 主石鬼王 主财鬼王 主处鬼王 主秦鬼王 主寿鬼王 主魅鬼王 主禅鬼王 主命鬼王 主己鬼王 主贤鬼王 三目鬼王 四目鬼王 五目鬼王 其力师王 大其力师王 其力插王 大其力插王 阿纳插王 大阿纳插王 如是等大鬼王 各与许多小鬼王 都居住在南岩福提 各有各的执事和主持的部门 这些财王 这些贵王和阎罗天子都养成佛和地藏菩萨的微神力 都来到这刀立天宫的法会 在一边恭敬地站着 这时阎罗天子跪地和掌问佛说 世尊 我们今天成佛和地藏菩萨的微神力才能来刀立天宫参加这法会 我现在有点小疑问 想请教于世尊 为愿世尊慈悲宣说 佛告诉阎罗天子说 随便你问 我来为你解说 这时阎罗天子瞻理世尊和回头看看地藏菩萨 然后对佛说 世尊 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用尽百千种的方便方法来救度造罪受苦的众生 不怕心骨疲倦 这位大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神通事迹 可是这些众生纵使得解脱罪报 在不久之后 便又堕到恶道去 世尊 这位地藏菩萨 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 为何众生还不肯以这善道凶横而永远解脱 为愿世尊为我解说 佛告诉阎罗天子说 南阎附体众生的心性刚强 很难调伏 这位大菩萨从百千节以来 就一直不辞疲倦地去救拔这些众生 令他们早日解脱 可是仍有人堕在大地狱里受报 地藏菩萨更以方便力拔出他们的根本业缘 而令他们觉悟前生所造的事情 只是阎附体众生作恶的习性太重了 一会儿才出恶道 但一会儿又堕入恶道去 而如此劳动地藏菩萨 久远皆来不停地救度 这就像是有人迷途而误入险路 在险路中有许多夜叉 老虎 狼 狮 猿 猿 猿 腹蝎 这迷路人必将遭受侵害 此时刚好有位善之士 能防止恶兽 夜叉等侵害 他看到迷路人将要误入险路 就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险路呢 你能制服那么多的恶兽吗 迷路人听到这话 才知道这里是条险路 于是想要离开这里 这位善之士便带引他走出险路 到达安全的地方 然后告诉他说 以后不要再来这里 凡是进入此路便很难出来 常有性命的危险 你如果见到亲朋好友或其他路人 应当告诉他 这条路埋伏许多恶兽毒害行人 不要使他们走入这条死路 所以地藏菩萨以大慈悲悦心 来救拔罪苦的众生 使他们投生人或天道中安稳快乐 这些受过罪苦的众生 因为知道夜道中的苦痛 所以一经解脱 就永远不肯再经历这恶道苦了 就像是迷路人误入险道 与善之士带引出离后 便永不再走入险道 而且逢见他人 父劝没入 这是因为自己曾迷路过 解脱后自不会再误入 若再误入便将丧命 就与多入恶道无益 地藏菩萨虽以种种方便神力 来使他们解脱 但不久后 这些众生多再堕入恶道 若是恶业深重 就将涌处地狱而没有解脱的时候了 这时恶毒贵王和掌恭敬对佛说 是尊 我等无量鬼王在阎伏体内 有利益人的 也有损害人的 这都是因阎伏体众生所作善恶业而感召 致使我们的眷属游行世界多恶而少善 我们经过世人的家庭防射 若见有人做了很小的善事 乃至学一番盖或点香 或以少许的花来供奉佛菩萨像 或读诵佛经乃至一句一句 我等鬼王会敬礼这人 就如敬礼诸佛一样 我们会命令有利的小鬼 护卫这人 不令恶事恨病等 不如意识禁于这家门 何况入门去侵犯呢 佛赞叹鬼王说 很好 你们和阎罗天子 能如此拥护善性的众生 我也告诉梵王和帝氏 令他们来护卫你们 这时会中有一位主命贵王 对佛说 我本宴缘 祖司严福人命生死 我本愿是很想利益他们 但是众生不解我意 所以在生死轮回都不得安乐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严福提的人在生小孩时 能做些善事 争议家人善福 自会令土地神很欢喜 而来保护这母子 连其眷属也得到安乐的利益 所以生小孩时 切勿杀害生命来祭神 或以众生的鲜肉补给禅木 或请亲友来庆祝饮酒食肉 歌舞欢乐 这样会令产母和婴儿都不能得到安乐 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因为生产时 有无数恶鬼 和王俩精美来吸食心血 我已使命土地神起保护母子 使其安乐 因此他们应该多做善事 来答谢土地神 干使他不但不报他 反而杀害众生饮酒作乐 因此犯羊自受而母子皆损 又言福提灵命中人不分善恶 我欲这命中人不落恶道 何况是生时以广修福德的人 而这言福提的行善人 灵命中时 亦有许多恶鬼 变成他的父母或亲友 来引诱亡人 令他落入恶道 何况生时是造恶的人 就更难脱离恶道了 世尊 言福提众生临死时 神世昏昧 不知善恶 甚至连言恶都不能见闻 这时 他的眷属当需设大供养 读诵大圣经典 念佛菩萨名号 以此善愿 能令王者脱离恶道 所有魔鬼也全都退散 世尊 一切众生临死时 若得闻一佛名 一菩萨名 或大圣经典的一句或一记 我观这些人 能消除五无间罪 若是小小恶业 本应堕入恶道的 亦能消除业障而得解脱 佛告诉主命鬼王说 你这样慈悲 能发如此大怨 众生的生死苦海中保护众生 若未来世中有人临生死时 你不要退以这救护的愿力 要禁令众生解脱安乐 鬼王告诉佛说 愿世尊不要忧虑此事 我当必尽我的行体寿命 令严福提众生在生时或死时 都得到安乐 但愿众生于生死时 相信接受我的话 自然没有一个不得到解脱 获得大利益的 这时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这位主命大鬼王 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 拥护再生死中的众生 这是大事的慈悲愿力 化身大鬼王身 其实他并不是鬼 从现在经过一百七十节之后 他将成佛 名号叫无相如来 杰名叫安乐 那个世界的名叫敬祝 这佛的寿命是不可计数的 地藏 这位鬼王的本事 是如此不可思议 他所度过的人天众生 也是无量 称佛名号品第九 这时地藏菩萨对佛说 世尊 我今为未来一切众生 演说利益事 在他们的生死中 能得到大利益 唯愿世尊听我说明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你今发大慈悲心 就把一切罪苦 留到众生 演说不可思议事 今正是时候 应当快说 不然我即将要入涅槃 如果你早点圆满你的誓愿 我也可以不必再去忧愁 挂念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了 地藏菩萨告诉佛说 世尊 过去无量阿僧起劫 前有佛出世 名为无边身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而战身恭敬 即得超越四十节生死重罪 何况是塑画形象 公养赞叹 此人将祸福无量 又在过去无量节前 有佛出世 名号为宝信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 在一坛纸的时间 发心皈依 此人于无上的佛道 将永不退转 有过去有佛出世 名号为波头摩圣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经过耳根 此人当得千次生于六欲天中 何况能至心称念佛号 更将祸福无量 又过去无量阿僧起劫 前有佛出世 名号为狮子吼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而一念皈依 此人得欲无量诸佛摩顶受祭 又过去有佛出世 名号为居留孙佛 若有人闻此佛名 至心瞻理或赞叹 此人将于贤劫千佛会中 为大犯王 得受无上菩提记 又过去有佛出世 名号为琵琶师佛 若有人闻此佛名 将永不堕恶道 常生人天 受圣妙乐 又在过去无量节前 有佛出世 名号为宝圣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 毕竟终不会堕入恶道 常生在天上 受圣妙乐 又过去有佛出世 名号为宝相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 生恭敬心 此人不久将得阿罗汉果 又过去无量阿僧 其解前有佛出世 名号为佳沙床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 将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 又过去有佛出世 名号为大通山王如来 若有人闻此佛名 此人得遇到如恒河沙数量的佛 广为他说法 将来必能证得菩提的果位 又在过去 有敬月佛 山王佛 至圣佛 敬明王佛 至成旧佛 无上佛 妙生佛 满月佛 月面佛等说不尽的佛 世尊 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 只要能称念一佛名号 就有无量功德 何况是念多谓佛的名号 这些众生在生时或死时 自得大力 终不多而恶道 若有临命中人 家中眷属即使只有一人 能为病人高声念一佛名 此命中人除了犯五无间罪以外 其余夜报皆得消灭 这五无间罪 虽是犯得很重 动精一劫还不得出离 但因成蒙眷属为他称念佛名 使他在众罪中也能渐渐消灭罪业 何况是众生自己称念佛名 更将获无量福 灭无量罪 较量布施功德原品 第十 这时 地藏菩萨成佛威神力 从座位站起来 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世尊 世尊 我观夜道众生所做的布施 有轻有众 有一声受福 有十声受福 有百声千声受大福利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唯愿世尊为我开示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我现在刀立天宫的法会中 说严福提众生的布施 较量功德轻重 你应当注意听 我来为你解说 地藏菩萨对佛说 我对此事有所疑惑 所以很乐意来聆听世尊您的解说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南严福提世界各国的国王 载辅大臣 大长者 王族大刹利 大婆罗门等 若遇见低贱贫穷的人民 乃至种种芒雅吃龙的残废者 这国王或载辅大臣等 欲布施时 若能具大慈悲心 谦卑含笑 亲手布施 或请人待施 且以软言安慰贫苦众生 这国王等所获福利 就如布施百横河杀术佛功德之力 这是因为国王等对贫贱残废者 大发慈悲心 所以获此福报 在百千生中 常得七宝具足 何况一世等等 更是享用不尽了 再者 地藏 若未来世有国王 婆罗门等 遇见佛塔寺 佛形象 或菩萨 声闻 辟知佛像等 若能亲自迎伴 供养布施 这国王等 当得三劫为帝世身 受圣妙乐 若能以此布施 福利回向法界 这大国王等 将于十节中 常作大犯天王 再者 地藏 若未来世有国王 婆罗门等 遇见先佛塔寺或京象 毁坏破落 若能发心修补 这国王等 或亲自迎伴 或劝他人 乃至百千人等 布施结缘 这国王等 将在百千生中 常作转轮圣王 与他一样的布施者 将在百千生中 常作小国王 若更能于塔寺前 发心回向法界 这些国王 或其他同行布施的人 将进城佛道 因为这功德果报 是无量无边的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有国王及婆罗门等 看见许多老人 病人及产妇 若能生一念大慈信 布施医药 饮食 卧聚 使令安乐 如此的福利 是最不可思议的 他们将在一百节中 常作静居天主 两百节中 常作六欲天王 而后将就静成佛 用不作恶道 乃至百千生中 耳不闻道叫苦生 再者 地藏 若未来世中 有国王及婆罗门等 能如此布施 而更能回向 无论多少 皆能必静成佛 何况是 示范转伦王等果报呢 因此 地藏 你当苦劝众生 如此学习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在佛法中 种下很小的上根 好像毛法杀尘 那么的少 但是 他们受到的福德利益 也是不能比喻的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遇见佛形象 菩萨形象 辟知佛形象 转伦王形象 而不失供养 此人将得无量福 常在人天受圣妙乐 若能将此福德 回向法界 此人的福利 更将大了无法比喻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遇见大圣经典 或听闻一记一句 恭敬赞叹 发心不失供养 此人将获得 无量的大果报 若更能回向法界 他的福德利益 则不能言喻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遇见佛塔寺 大圣经典 见识新的 则去布施供养 瞻礼赞叹 恭敬合掌 若是旧的或坏的 则去修补整理 或自己发心 或劝多人 共同发心来做 向这些人 将再三十生中 常做小国王 若是自己发心去做 或劝他人 共同去做 此人可常做转轮王 还会用善法 去教化其他小国的国王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于佛法中 所种善根 布施供养 修补塔寺 或装理经典 乃至像毛法 沉沙般的少许善事 若能回向法界 此人功德 能在百千生中 受圣妙乐 但若只是回向 自己眷属 或自身利益 像这样的果报 就只有三生的受乐 所以若能舍了一份 则将获得万分的果报 因此 地藏 不失因缘的事实 就是这样 地神护法品第十一 这时 监牢地神对佛说 世尊 我从久远来占理过 无数的大菩萨 他们都具足不可思议的 大神通智慧 广度一切众生 而这位地藏大菩萨的誓愿力 比其他的菩萨还深重 世尊 这位地藏菩萨 与严福提众生有大因缘 如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四位大菩萨 也画现百千身形 来广度六道的众生 但他们的誓愿 尚且有完毕的一天 唯有这位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一切众生 所发的广大誓愿 已经过如百千亿横河沙 数多结束 世尊 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 在住处的南方 找个清净地 以土石竹木等 做一个神作敬事 在这世中能塑化 乃至用金 银 铜 铁 来铸造地藏菩萨的形象 时常烧香供养 瞻礼赞叹 这人的居处 即可获得十种利益 一 土地风壤 二 家宅永安 三 以王的祖先 可超生天上 四 现在活着 皆能严寿 五 所求如意 六 无水火灾 七 一切惊恐损耗的事 都得消除 八 不做噩梦 九 出入有神护卫 十 多遇到儒文法诵经 布施 塑造佛像等圣德因缘 世尊 未来及现在的众生 若能在住处做这样的供养 则能获得这十种利益 世尊 未来世中 若有人在住处 有地藏菩萨本愿经 和地藏菩萨的圣像 此人若能读诵这部经 供养地藏菩萨 我便在日夜 常以神力卫护此人 乃至于水火盗贼等 横祸恶事都会消灭 佛告诉监牢地神说 像你这种大神力 其他神很少比得上 岩福提世界的土地 都是蒙你保护 乃至一切草木杀石 稻麻竹尾等地上的生物 都是因为你的保护力而能承着 你更应常称扬地藏菩萨 功德利益的事情 因而你的功德和神通 自然百千倍胜于普通地神 若未来世中 有人供养地藏菩萨和诵读此经 只要是以地藏本愿经修行者 你都要去保护他 勿使一切不如意的灾祸令他听到 何况是令他遭受到呢 不仅是你去保护此人 还有帝氏梵王等天神眷属 也来保护他 他所以会得到盛众护卫 都是因为瞻理地藏菩萨形象 和读诵本愿经的缘故 这些人自然将出离苦海 正打涅槃法乐 因此能得到这么大的护卫 见闻利益品第十二 这时 佛从他的头顶上 放出百千万亿的大豪相光 在放豪光中 又放出唯妙法音 告诉诸天大众 和天龙八部等会中的 一切众生说 你们今日在道理天宫 听我称阳赞叹地藏菩萨 于天道人道中 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 这是不可思议超凡入圣的事 见似正打十地果位 究竟无退 无上正等正觉的事 还有 地藏菩萨 预定一切众生 先成佛后 自己方程正觉的事 这时 会中有一位大菩萨 名叫观世音 从座位起来 在佛前 跪地合掌说 世尊 这位地藏大菩萨 具大慈悲心 怜悯罪苦众生 在千万亿世界 画千万亿身来广度众生 他的所有功德 及不可思议的微神力 我听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 依口同音的赞叹地藏菩萨 即使过去 现在 未来诸佛 来说他的功德 还不能说完 刚才又蒙世尊 普告大众 要称扬地藏菩萨 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 为愿世尊 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 称扬地藏菩萨 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士 使天龙八部 亦能真理祸福 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你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 所有天龙神鬼 乃至六道罪苦众生 若闻你名号 或见你形象 恋慕赞叹你 这些众生与无上道 必不退转 且长生人道天道 享受妙乐 等到因果成熟 而遇佛受寂 你今以大慈悲 怜悯众生 及天龙八部 要来听我宣说 地藏菩萨 不可思议利益的事情 你应注意听 我现在为你宣说 观世音菩萨答说 是的 世尊 我很乐意听 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现在及未来世中 有天人的天福享尽时 会现五种衰向 甚至有的跺在恶道里 他们若在现出衰向时 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或闻到地藏菩萨名号 能瞻仰礼拜 这些天人将转增天福 永不堕入三恶道受报 何况是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或闻到地藏菩萨名号 能用香花衣服饮食 宝贝阴落来布施供养 这样所得的功德福利 更是无量无边 观世音 现在和未来世中 若有六道众生临死时 能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只要一声听入耳根 就永不经历三恶道苦 何况他的父母眷属 还将这命中人的社宅财物变卖 转用来塑化地藏菩萨形象 甚至还是病人在临死前 看到或听到 令他知道眷属已变卖财物 为他来塑化地藏菩萨形象 假如这人的夜报 是应受重病的 则将成长这功德 而病欲增受 若是因命尽而堕入恶道的 则将成长功德 而消除罪障 命中之后 往生人天 受圣妙乐 观世音 未来世中 若有人在小时候 亡失了父母或兄弟姐妹 长大后思念父母眷属 不知他们生往哪里 此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 乃至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瞻仰礼拜 从一日到七日 都未退心地 瞻礼供养地藏菩萨 此人的眷属 若是因夜堕入恶道 应受很多节的罪苦 将养成这塑化 或占理地藏菩萨形象的功德 而即解脱 往生人天中 享受妙乐 此人的眷属 若是已生人天中 享受妙乐的 即将成此功德 转增福德圣音 而享受无量快乐 此人若更能在二十一日中 一心顶礼地藏菩萨的形象 念他的名号满一万遍 当得菩萨献无边身形 来告知此人的眷属 身往哪里 或在梦中 见菩萨献大神力 亲自带领此人 去见他的眷属 若更能从此每日持念 地藏菩萨名号千遍 直到千日都不间断 此人将得菩萨 潜令他所在土地的鬼神 终身护卫他 令他现在衣食丰足 无任何疾苦横事 此人毕竟将得到地藏菩萨 来为他磨顶授记 将来得成佛道 观世音 若未来世中 有人愈发广大慈心 救度一切众生 或欲修无上菩提 欲出离三界的 这些人见闻地藏菩萨的 形象及名号 至心依归 或用香花 衣服 宝贝 饮食等来供养 再去瞻养礼拜 这些善男女的心愿 都能迅速成就 永无障碍 若欲求现在未来 百千万亿的心愿和事情 只要皈依瞻仰 供养赞叹 地藏菩萨的形象 则所有愿求 皆能成就 假若他又愿求 地藏菩萨 以大慈悲 用来拥护他 此人在睡梦中 将得菩萨摩顶授记 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 有人对大圣经典 身心珍重 又发出不可思议的心 来读诵 虽然遇到名师教导 使他熟悉 但他都很快就忘了 经年累月 还是不能读诵 这是因为 他的素页障碍 所以对于大圣经典 没有即兴读诵 像这样的人 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或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应至成恭敬的 陈说给菩萨听 更用香花 衣食 饮食 及一切玩具 来供养菩萨 并用一杯净水 放在菩萨 向前 经过一日一夜 然后合掌请福 头转向南方 在入口时 要置心诚恳 福王后 谨慎不要吃五辛九肉 也不要犯邪淫 忘语 杀生 经过七日 或二十一日 此人将在睡梦中 面见地藏菩萨 献出无边身形 亲自来给他 受灌顶水 即从头上 把法水灌下 此人梦醒后 即便聪明 凡是一切经典 一听入耳根 即当永远记住不忘 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 有人衣食不足 所求不如愿 或多疾病 或多凶事衰败 家庭不安 眷属分散 多遭恨祸 睡梦中常会经步 像这些人若听到 地藏菩萨名号 或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能置心恭敬 持念菩萨的名号 满一万遍 这许多不如意的事 都会渐渐消灭 而得到安乐富裕 甚至在睡梦中 也很安乐 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 有人为了生活 或为了公事 私事 喜丧及事等 要走入山林中 或过渡河海等 大水火显到 此人应先念 地藏菩萨的名号 满万遍 那么他所经过的地方 就会有鬼神来护卫 而且在行柱坐卧 能永保安乐 甚至遇到虎狼 狮子等毒害人的恶兽 也不能来损害他 这位地藏菩萨 与严福体众生 有大因缘 若要说 他利益众生的一切事情 就是百千节 也说不完 所以 观世音菩萨 你应用你的神通力 来流通传播这部经 使娑婆世界的众生 能阅读到这部地藏经 与百千万节 永受安乐 这时世尊再用寄来诵说一遍 无关地藏微神力 横河沙节说难尽 见闻瞻力一念间 利益人间无量事 若男若女若龙神 报尽应当堕恶道 至心归一大事身 受命转增除罪障 少失父母恩爱者 未知魂神再何去 兄弟姐妹及住亲 生长以来皆不逝 祸宿祸化大事身 悲恋瞻理不战舍 三七日中念其名 菩萨当现无边体 是其眷属所生界 众多恶趣寻出离 若能不退是初心 即或磨顶受圣计 欲修无上菩提者 乃至出离三界苦 世人济发大悲心 先当瞻瞻理大事相 一切诸愿速成就 永无业障能遮止 有人发心念经典 欲渡群迷抄彼案 虽立誓愿不思议 玄独玄望多废事 私人有业障祸故 于大圣经不能寄 供养地藏以香滑 依附饮食诸万俱 以静睡暗大事前 一日一夜求福之 发音众心甚五心 救肉邪音及妄语 三七日内误杀害 至心思念大致鸣 急于梦中见无边 绝来便得立根儿 应是经教立耳闻 千万圣众永不忘 以示大事不思议 能是私人或此会 贫穷众生及疾病 家宅兴帅眷属离 睡梦之中西不安 求者乖伪无秤岁 置心瞻理地藏向 一切恶事皆消灭 至于梦中尽得安 一时丰饶神鬼户 欲入山林及渡海 独恶神愿 一切诸难诸苦恼 但当占理及供养 地藏菩萨大事相 如是山林大海中 应是诸恶皆消灭 观音置信听无说 地藏无尽不思议 百千万劫说不咒 广宣大事如势力 地藏名字仁若闻 乃至见相瞻理者 香滑衣服饮食奉 供养百千寿妙乐 若能以此回法界 毕竟成佛超生死 事故观音辱当志 普告横杀诸国土 主类人天品第十三 这时世尊又举起金色手臂 摸地藏大菩萨的桃顶说 地藏 地藏 你的神力不可思议 你的慈悲不可思议 你的智慧不可思议 你的辩才不可思议 即使十方诸佛都来赞叹 宣说你的不可思议 就是千万劫也说不完 底藏 底藏 记住今日我在刀立天中 与百千万亿无量诸佛 菩萨 天龙八部 都聚集的大会中 再将这尚未出离 三界火宅中的人天 一切众生附属于你 不要令他们堕入恶道 受一日或一夜的苦难 何况更令他们堕入 五无见及阿比地狱 去受那种 经千万亿劫 没有出其的大苦难呢 地藏 难言辅起世界的众生 心性不定 习性作恶的教度 纵使能发出善心 也都很快就退心了 若欲恶缘 就恶念增长 因此 我分出百千亿身 随众生的根性 来度托他们 底藏 我今日恳切地将 人间天上的众生 诸托于你 若未来世 有人在佛法中 种了很小的善根 即使是像 毛法尘沙那么的小 你也要用神力 来拥护他 使他慢慢地 修学 无上正道 而不要退转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天道 人道的众生 随夜报应 应若在恶道 在堕落之间 或到了地狱门口 这些众生 若能念得 一佛 一菩萨的名号 或大圣经典中的 一句一句 你应以神力 方便地救把他们 到他们的居处 现出你无边的身形 来为他们化碎 种种地狱 使他们都能升到天上 享受妙乐 这时 世尊又以祭颂说 现在未来天人众 无今殷勤 父主辱 以大神通方便度 勿令堕在诸恶去 这时 地藏菩萨 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世尊 请您不要挂虑 未来世中 若有人在佛法中 能一念恭敬 我亦以种种方法 来度脱此人于生死中 使他迅速解脱 何况是听见善事 而能念念修行的 他自然能在 无上道业上 永不退转 这时 会中有一位菩萨 名叫虚空藏 他对佛说 世尊 我来到刀立天 这法会上 听到如来 赞叹地藏菩萨的 威神力不可适宜 未来世中 若有人 乃至一切天龙 听到这部经 和地藏菩萨的名字 我栽理地藏菩萨的形象 可以得到几种福德利益 愿请世尊 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 简略地说一说 佛告诉虚空藏菩萨说 你仔细听 我来为你分别说明 若未来世中 有人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或听到这部经 甚至读诵 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并且用香滑 饮食 衣服 珍宝等 来布施供养 赞叹瞻理 则能得二十八种利益 一是天龙护念 二是善果日增 三是集圣上因 四是菩提不退 五是衣食丰足 六是集意不临 七是离水火灾 八是无道贼恶 九是人见清静 十是神鬼住持 十一女转男身 十二为王臣女 十三端正向好 十四多生天上 十五霍为帝王 十六素治命通 十七有求皆从 十八眷属欢乐 十九诸横消灭 二十夜道涌出 二一去处尽通 二二夜梦安乐 二三先王离苦 二四素福受生 二五诸圣赞叹 二六聪明立根 二七饶慈敏心 二八必尽成佛 虚空藏菩萨 若现在和未来的天龙鬼神 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 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 或听到地藏菩萨的本愿修行事迹 而能礼赞占理 则可以得到七种利益 一者速超圣地 二者恶业消灭 三者诸佛护灵 四者菩提不退 五者增长本力 六者宿命界通 七者必尽成佛 这时十方世界 一切不可说的 无量诸佛如来和大菩萨 天龙八部等众 听了释迦摩尼佛 称阳赞叹地藏菩萨的大威神力 令他们都赞叹地说 从来未曾听过 像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神愿力 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 刀立天就像下雨般地 飘下香华天衣和珍宝阴落 来供养释迦摩尼佛和地藏菩萨 在供养完毕之后 一切法会上的大众 都在瞻仰礼拜世尊 而后都很恭敬地合掌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